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 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3年的11月29号星期三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 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 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 是否用过胶卷相机 在数码时代 胶卷这两个字听起来 似乎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 但是就在最近 成立将近90年的老牌胶卷厂商 富士胶片集团 他们最新的业绩 让人有些意外 数据显示 截止到9月30号的这半年时间里 富士胶片不仅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达到了13000多亿日元 折合94亿美元 净利润也创下了新记录 要知道另一大胶片巨头科达 早在2013年就已经宣告破产了 尽管前几年 科达又重启了新业务 但是今年上半年 他们的总营收 也才只有不到3亿美元 那么同样是以胶片起家 并且一度成为 行业龙头的两家企业 为什么在科达 被时代浪潮淹没的时候 富士胶片却可以幸存下来 并且现在依然能够实现 将近百亿美元的营收规模呢 在这背后 富士胶片有哪些生存秘诀 我们今天的清解读 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 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字节跳动成立新部门 Flow 根据36克11月27号的报道 字节跳动近期成立了 一个新的AI部门 叫做Flow 这个部门主要聚焦的是 AI应用层 而且他们已经开始了 一段时间的社会招聘 他们在招聘中的介绍是 字节旗下的 AI创新业务团队 目前在国内上线了一款叫做 豆包的AI对话产品 今年6月 字节在内部测试了 AI对话产品Grace 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豆包的前身 不过36克的报道显示 当时内部项目团队 隶属于字节的技术中台 还没有组建单独的产品部门 字节在这个月 进行了不少的业务调整 36克了解到 这次调整当中 字节也从飞书 抖音等等部门抽调人员 参与到Flow的新品研发 不过Flow的架构和汇报线 还没有完全确定 Shein秘密在美国提交了IPO申请 最早明年上市 根据CNBC11月27号的报道 跨境电商品牌Shein 已经秘密在美国提交了上市申请 可能会在明年进行IPO Shein的最新估值是660亿美元 他们也有希望成为滴滴之后 在美国上市的市值最高的中国公司 CNBC认为 Shein之所以会秘密提交上市申请 是因为他们后续 还需要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进行沟通 并且对上市文件进行调整 一旦Shein准备好进行IPO 相关的文件也会随之公开 路透社的报道显示 Shein已经开始在美国进行路演 美国社区产品Reddit 考虑在明年一季度上市 根据彭博社11月28号的报道 美国社交媒体Reddit 正在和潜在投资者谈判 考虑最早在明年第一季度上市 Reddit成立于2005年 是一个以兴趣爱好为中心的 匿名论坛社区 也被称作是海外版的贴吧 Statista的数据显示 去年Reddit的日活跃用户 已经超过了5700万 是美国访问量 最大的网站之一 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Reddit的 第一次考虑IPO了 作为美国散户投资者的 主要聚集阵地 Reddit曾经在2021年 推动了散户大战华尔街 并且在21年底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秘密递交了IPO文件 希望以150亿美元的估值上市 Business Insider的分析认为 Reddit后来计划在2022年上市 但是由于近两年持续的衰退 Reddit最终也推迟了 他们原定的IPO计划 亚马逊并购iRobot被欧盟警告 11月27号 欧盟反垄断机构 发布了一则声明 表示亚马逊 以14.5亿美元 收购iRobot的交易 可能会损害 扫地机器人市场的公平竞争 不过欧盟的这一程序性步骤 并不等于完全否决了这笔交易 最终决定的期限 是在明年的2月 彭博社的报道认为 按照流程 亚马逊如果可以消除 欧盟单线的竞争问题 就可以避免交易被否决 去年8月 亚马逊宣布要收购iRobot 这笔交易也一度被视为 亚马逊想要扩大在 新兴的智能家居市场 影响力的一种方式 如果收购成功 亚马逊可以将旗下的 Alexa语音助手 植入到家居设备 并且进一步地扩展 亚马逊的智能家居产品组合 另外尽管亚马逊的扩张 遭到了欧盟的打击 但是根据华尔街日报 11月28号的报道 亚马逊现在也已经成为了 美国最大的快递公司 他们的内部数据显示 亚马逊去年运送的包裹数量 已经超过了UPS和Fedex两家公司 不过按照数量来计算 亚马逊仍然落后于美国政府旗下的 独立机构 美国邮局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 几条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我们马上和你一块来了解一下 以胶卷业务起家的富士胶片 为什么今天依然能够实现 接近百亿美元的营收规模 欢迎来到今天的清解读 不久前富士胶片集团 发布了他们的最新财报 数据显示 这家公司在最近半个财年里 营收利润不仅都实现了增长 他们的社长兼CEO 后腾真一还表示 得益于各条业务线的良好发展 整个集团有信心 在2023财年创下业绩的新记录 包括销售收入连续两年实现增长 净利润连续第四年 达成历史新高等等 回顾过去 成立接近90年的富士胶片 可以说是亲身经历了 时代的洗礼和行业的变迁 1934年 带着让日本胶卷国产化的使命 富士胶片正式创立了 当时美国的柯达 是胶片行业的巨头 占据着当时全球超过7成的市场份额 直到2001年 经过60多年的奋力追赶 富士的销售 终于首次超过了柯达 成为了世界第一 但是好景不长 进入到千禧年之后 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 全球对胶卷的需求大幅度的下降 富士胶片的销售额 也萎缩到了当初的四分之一 对此 原富士胶片的副总裁 清木良和曾经表示 当时富士的处境 就好像他们是一个汽车厂商 而世界已经不再需要汽车了 所以从2003年开始 富士胶片就走上了转型之路 目前来看 他们不仅成功存活了下来 而且还在今年实现了 创纪录的业绩增长 那么在整个胶片行业 遭受重创 行业老大柯达 也一度破产的情况下 富士胶片集团 为什么能够重获新生 而且还越活越好呢 原因之一 在主营业务 还没有完全没落的时候 主动进行了改革 在富士胶片的转型过程当中 有一个人扮演了 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他们当年的CEO 古森中龙 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 在上世纪80年代 胶片行业还如日中天的阶段 当时还只是一个科长的 古森就已经敏锐地预感到了 数码化 将会颠覆胶卷行业 他也曾经多次向公司提议 要尽早地开拓新业务 后来富士的确尝试了 自主开发数码化的技术 包括数码相机和喷墨打印技术等等 但是当时由于胶片业务 仍然在快速地增长 所以这些新业务很快就被边缘化 或者是出售了 直到2000年 数码技术迅速席卷交卷市场 整个行业迎来了新的拐点 危机当中 古森被任命为了公司的CEO 并且主导了一系列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 在他们改革初期 富士其实才刚刚经历了 他们最辉煌的阶段 成为了行业第一 但是为了降低转型的风险 富士还是决定 在公司现金流充裕 主营业务还没有完全衰落的时候 主动进行改革 首先他们进行了降本增效 2006年 富士果断关闭 大多数胶片相关的制造工厂 并且花费一年半的时间 裁掉了5000人 相当于他们全球 胶卷部门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 尽管他们为此也付出了 超过13亿美元的赔偿费用 但是对于当时 财务状况良好的富士来说 还算承担得起 而且得益于这一次的降本增效 富士不仅仅在2007年的净利润 创下了历史新高 相对充裕的现金流 也帮助他们平稳度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另外在改革初期 富士其实也曾经考虑过压住数码相机业务 但他们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因为这家公司从技术角度 对数码相机进行了研究之后发现 和彩色胶片必须用光学材料等等 高难度技术仔细制造不同 数码相机的技术门槛其实很低 以至于任何一家公司只要从外部购买零部件 就能够组装出一台相机 所以这对于胶片企业来说就意味着 既难形成独家技术 也不容易实现差异化的发展 科达的失败也证明了这一点 21世纪初 科达生产了一系列的数码相机 甚至一度在美国的销量排名第一 但是后来由于他们的技术更迭缓慢 价格缺乏吸引力 市场份额也逐渐地被佳能 尼康等等公司蚕食掉 科达也因此陷入了亏损的泥潭 原因之二 基于原有技术拓展多元业务 富士胶片中国区前总裁泰田雅红 曾经向第一财经表示 大幅度地缩减胶片业务之后 多元化是富士转型成功的一个关键 但是这种多元化并不是简单地 进入毫不相关的领域 而是在公司长期积累的 核心技术的基础之上 结合市场的需求 再延伸出和这些技术 强相关的新业务 2006年富士胶片成立了 富士胶片先进研究所 将它们在传统胶片领域 所积累的精密化学 明胶等等核心技术 延伸应用到了化妆品 医疗以及数字影像 还有高性能材料等等 四大业务板块 我们以化妆品为例 尽管这听起来和胶片 几乎毫不相干 但是富士胶片经过研究之后 发现让消费者们趋之若鹜 能够延缓皮肤衰老的 护肤成分胶原蛋白 其实正是胶片的主要原料 在胶片领域 胶原蛋白是有效防止 胶片发黄的重要的成分 不仅如此 他们还发现了 人类皮肤的老化和照片 随着时间推移而褪色的 氧化反应 在原理上其实也是 完全相通的 所以已经研制了几十年胶卷 早就已经掌握了 胶原蛋白和抗氧化 等等核心技术的富士胶片 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些技术能力 复用到了化妆品领域 2007年 他们推出了一个主打 抗衰老的化妆品品牌 艾斯提 而在医疗领域 富士胶片也把在胶片生产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纳米技术 应用到了一些药物的研发当中 路透的报道显示 富士胶片在2014年 推出的抗流感药物 法比拉韦 甚至被发现 还能够对抗埃波拉病毒 另外在高性能材料方面 富士胶片的工程师 利用胶片技术 也制造出了触摸屏 传感器薄膜等等产品 得益于这些新业务的成功 从2000年到2010年 这10年的时间里 富士胶片在科达销售额 几乎腰斩的情况下 他们的营收 反倒是增长了57% 原因之三 收购稀缺技术 加码有潜力的垂直市场 富士胶片的前CEO古森 在他的著作《灵魂经营》当中提到 为了更加迅速的开拓 有潜力的垂直市场 他们并购了许多 比较成熟的企业和项目 根据公开资料 富士胶片改革以来 仅仅10年的时间里 他们就从全球并购了 大约40家企业 价值达到了 大约300多亿人民币 而且在筛选收购对象的时候 古森也表示 富士不只是以增加营收为目标 更是为了获得 他们本身所欠缺的稀缺技术 从而可以推出 其他公司所没有的特色产品 由于能够充分地发挥原有技术优势 富士已经陆续并购了 十几家医疗相关企业 比如2008年 他们收购了日本著名的 制药企业富山化学 古森认为 富山化学结合富士的技术之后 可以用更低的成本 创造出更多新产品 那除了药品 富士也并购了和超声波 还有细胞基因治疗技术 相关的企业 进一步地完善了 他们在生物医药方面的布局 在印刷领域 为了进一步地整合上下游 对于核四企业的控制 2019年 他们通过收购更多的股权 对全球最大的数码印刷设备 生产商之一 施乐进行了控股 由此也诞生了富士施乐 另外半导体材料 也已经成为了富士胶片 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 日经新闻的报道显示 2021年 富士就表示计划在三年时间里 将他们的半导体材料部门的销售额 提高三成 今年5月 富士胶片又斥资7亿美元 收购了美国半导体材料厂商 英特格旗下的相关业务 富士胶片前中国总裁 伍傅伯信曾经表示 从胶片起家的富士 已经转型成为了一家 多元化的技术导向型的公司 原因之四 保留传统消费者影像业务 持续增长 随着智能手机和数码相机的普及 不仅胶片行业几乎消失了 拥有及时成像功能的相机销量 也在急速地下滑 2008年 保利来直接宣布停止了所有 拍立得相机和相纸的生产 但是富士胶片的前CEO古森表示 实体影像是人类社会极为宝贵的文化 他们不会停止实体相片的业务 有趣的是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 拍立得现在又逐渐迎来了复兴 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 拍立得再次变得畅销 是因为它被赋予了一种社交属性 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到目前为止 富士胶片已经陆续推出了 一共十多款拍立得Instax相机 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喜好 财报显示 2018年富士Instax相机的销量 已经超过了1000万台 海通国际的研报显示 包括拍立得和打印业务在内的 消费者影像业务 被富士胶片成为公司的现金奶牛 今年4月到9月 消费者影像业务所在部门的营业利润 同比增长超过了8成 同时由于他们拍立得的市场销售需求 快速增长 富士胶片也表示 也将会进一步地扩大一次相值的产能 所以说到这儿 我们也很好奇想来问问你 你使用过胶卷相机 或者是一次成像的拍立得相机吗 你更喜欢数码照片 还是这种实体相片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 喇喇 声音设计Jack 实习生Yomi 实习生Yoti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